老师第一天上班 就被马桶砸中 幸好他提前带了泥法 但学生们可就遭殃了 等到老师刚要坐下 就中了诡计 因为凳子上涂满了强力胶 只要坐下 就永远分不开了 学生们开始哄堂大笑 谁知老师 竟然解开腰带 准备脱裤子 女孩们害怕长睁眼 不敢偷看 没想到 老师竟早有准备 早就穿了两条裤子来上课 这还没完 老师刚准备上课 一个女孩就说 教室停电了看不清 男人只好走到电压上查看 正要动手 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戴上了绝缘手套 果然电压上有几千瓦的 电压正等着他 此时男人开始嘚瑟起来 可他弯腰拿粉笔的时候 竟从里面抓到了一只杰瑞 他吓得活蹦乱跳 赶紧扔给了一个女孩 可下一秒 男人再次拿出来一只孩子们 准备的假杰瑞 那手里这个是啥 这一幕 把女孩们吓得不轻 整个教室里 都陷入了老鼠危机 很快叫声就把校长吸引过来 男人连忙解释自己什么都没做 但这件事后 让孩子们更加气愤 势必要让男人 付出同样的代价 老师第一天上课 熊孩子就举起手中的指盘扔过去 男人被气得瞬间上头 情不自禁发动超能力 一巴掌就将几十分的讲座拍碎 原来他从小就有超能力 小学时有人欺负他 男人控制不住 就无意把老师砸成脑震荡 长大后更了不得 踢足球时轻轻一推 就把队友踢飞十米远 好在男人最后成了一位老师 但学生们好像并不喜欢他 为了赢得孩子们的尊重 他决定跟他们一起篮球比赛 只见一个女孩轻松一动手 就把篮球投中 本以为男人赢不了他们 没想到他从背后扔过去 都能命中篮筐 更可怕的是 男人随手一丢 就能让篮球粘在篮筐边缘旋转不停 只有他点头之后 篮球才会掉进篮筐里 可即便这样 孩子们还是不停捣乱 在他上课时 竟然用假老鼠捉弄他 好在男人不是一般人 这才躲过重重危机 这天 隔壁男子学院的男生前来挑衅 女孩们被吓得花容失色 幸好这个时候 男人及时赶到 但男生们并不怕他 一个足球 直接踢中了男人的翘臀 这下他实在忍不了 使用超能力 就帮助每个人 来了一个飞天之女 女孩们要到水里游泳 对面的男生见后 赶紧脱衣服下水 可女孩又嫌弃水太凉了不敢下 男生们急于表现赶紧冲下水 即便动得打哆嗦 他们也说一点也不冷 谁知下一秒 女孩们就拿走他们的衣服 坐上大巴车 离开了此地 而三个男生 只能用烂纸箱子和报纸 遮住回家 走到半路 他们就看到了 女孩们留下的汽车 本以为是他们良心发现了 没想到四个轮子 都被他们撬走了 第二天 学校里新来一个男老师 女孩们一直讨厌男性 所以从他出现开始 女孩们就准备了 各种恶作剧等带着他 谁知男人也不是一般人 他不仅轻松躲过所有危机 甚至还拿出一只真老鼠 反捉弄了一回女孩们 随着教室里不停传出 不要钱的尖叫 校长立马就冲了过来 男人还想解释自己的清白 不料小老鼠竟朝校长冲了过来 他吓得立马跳进男人的怀抱 因为这件事 校长只能把男人开除 而男人也没有责怪孩子们 忍住情绪 给他们上了最后一节课 等到他说出自己要离开的时候 孩子们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几天后 孩子们再次找到男人 希望他能再次回到学校教课 同时 校长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故事的最后 男人重新到了学校任职 只不过这一次 孩子们没有捣乱 而是认真地对待学习 和这位负责的老师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开心鬼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人片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